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祝华观点 美国希望在复苏 欧巴马夫妇在民主党大会急声呼吁 贺锦丽远走威州向人民真情喊话 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二天 再一次展现了民主党在2024总统大选中的希望 众多的民主党高层以及各州的领导官员 和贺锦丽第一先生艾姆呼夫 都在大会上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加油打起 其中最耀眼的当然就是前总统奥巴马夫妇 他们在台上急声呼吁党内的团结一心 全力支持贺锦丽 但是前一日整晚在会场恭听 拜登演说的贺锦丽却突然离开芝加哥 远走到威斯康星州去单独造势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举动 似乎也透露出民主党党内的不和谐 根据民主党内先前透露的讯息 这次逼退拜登参选的就是当年提拔他当副手的欧巴马 和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 他们强力主张由民主党员直接选新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佩洛西更直接反对由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参选 结果拜登委屈退出后 在第一时间就指明交棒给的对他效力的贺锦丽 当全美民主党籍州长全力支持贺锦丽后 佩洛西也低头默认 只有奥巴马迟迟不愿表态 因此与贺锦丽有了心结 这应该就是贺锦丽不愿意在民主党大会上 与欧巴马夫妇同台的原因 由此亦可见 出身检察长的贺锦丽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 他似乎不情愿接受奥巴马夫妇迟来的支持 不过欧巴马夫妇心胸开阔 依然在大会为民主党和贺锦丽加油 欧巴马批评川普这位78岁的富翁 自从九年前从金色电梯下来后 就没有停止过抱怨自己的问题 他还指责川普因为害怕输给贺锦丽 而变得更加不满和抱怨 他警告民主党统治 未来选战将会十分艰难 奥巴马夫人密雪尔则宣称 美国希望正在复苏 这一说法无疑是在对抗当前 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分裂和不确定性 在米歇尔的话语中 他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激励民众 试图唤起对未来的信心 他也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川普 他火力全开猛烈抨击川普 展现了从2016年那场演讲以来 立场巨大的转变 当时米歇尔曾说过一句历史名言 当他们低劣庸俗时 我们要保持高尚格调 对于川普的无所不用其极 密雪尔似乎被激怒反驳了 他选择用直接的攻击 这也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环境的 遏制以及激烈 贺锦丽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面临着团结党内各派系的巨大挑战 他需要整合从进步派到中间派 甚至包括一些对川普不满的共和党人 这样才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占据优势 贺锦丽在威州向人民真情喊话 他强调自己正在进行一场 有人民推动的竞选活动 并特别呼吁人民 不要因为近期最高法院的裁决而自满 这一裁决赋予了总统广泛的豁免权 并且可能会被滥用 川普对贺锦丽的攻击火力更加强大 他将贺锦丽描述为 马克思主义对执法的攻击的首脑 这种说法试图激起保守派选民 对贺锦丽的不信任和恐惧 川普强调如果贺锦丽当选 美国将面临犯罪混乱毁灭和死亡 这些夸张的言辞 亦在加深选民对贺锦丽的疑虑 贺锦丽必须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明确的回应才能证人识听